中和区油市中青会举办捡血活动 只要是捐血就会送五斤半的白米 吸引了不少民众来加入 毕竟在这个柴米油盐样样都在涨的时代 捡血的赠品这么的实用 当然是人人都要抢着药咯 中和区油市中青会连续四年举办捐血活动 这次大方送出五斤半白米 如果捐出500cc血量还可以拿到两包白米 不少民众都是冲着这实用赠品来捐血 不过也有人纯粹出于善心 其实还好主要都是来捐血 那个也是附带这样子 几年下来的捐血活动 血带都能够冲破200代 主办单位中和区油市中青会 对于这次是否能够创新高纪录 同样是乐观其成 我们已经办四年了 那么办四年每一次赠送5.5台金一包 那么一般都500cc兼10亿斤 台北市捐血中心人员表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血库存量严重不足 其中又以O型血量最为缺乏 希望民众能够永远乐捐 让血库不要闹血慌 中家新北新闻中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